你这个杀球 连小学生都不如 你的杀球还又高又慢吗 一个季节 让你的杀球立刻打穿对手 这时候发力 为什么你的杀球 会连四名小学生都不如 其实你只是没有掌握到 杀球的核效应 你要知道 我们在杀球的时候 我们的中端其实就是应该弹簧 我们根据弹性性能公式可值 EP等于1 2 KS的平方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中端的形变程度越大 我们杀出来的球 球速就越快 所以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尽可能让我们的拍柄 跟拍头之间产生更大的旋转差 也就是说 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要把我们的拍柄 当做是一根可发力的杠杆 把大拇指放在中间 当做是杠杆的支点 后三指放在大拇指的后面 当做是杠杆的后端 食指放在大拇指前面 当做是杠杆的前端 在发力的时候 我们先用后三指抓紧 将拍面转正 食指再顺着关心向前扣 让我们的旋转差尽可能的大 这时候我们中端的形变程度 也会尽可能的大 所以我们在杀杠的时候 一定要像发力掰手腕一样 将我们的拍子向下掰下去 这是什么发力 更敢发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